你知道Conda吗?我想大部分人一开始对它的了解可能和我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用来管理Python依赖包的包管理器 那么Conda和Python官方包的管理器Pip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Conda,你可能还听说过MiniConda,MiniForge,CondaForge,甚至Mamba和AnacondaDistribution这一堆的名字 这期视频咱们就把这些概念彻底搞明白 在Python的官方环境中,我们通常用Pip来管理包,用Vinv来隔离项目环境 关于它们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一期视频 Pip的正式版发布于2011年,而Vinv更是早在2008年就有了1.0版本 而Conda的第一个版本直到2021年才发布 既然当时已经有了官方的包和环境管理工具 那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的工具来做相同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Conda面向的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Python的语法相对简单 也可能是像MetLab这样的专业工具实在是太贵了 很多数学家和科学家们选用了Python来完成复杂的数学运算 但Python作为一门,即使只在解释型语言里面来看 性能也不算出众的语言 用纯Python实现这些数学运算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用C语言或者Fortune写的数学库 然后再上层加一层封装,用户就能通过Python直接调用它们了 比如现在仍然非常流行的矩阵运算库南π 科学计算库Sipy,以及数据处理库Pandas都属于这一类 这样既保留了Python简洁的语法 又保证了计算的速度简直是美滋滋呀 如果不出意外,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当时的意外就是官方的包管理器Pip 对于这种跨语言依赖的支持做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很多常用的库根本没法用一句简单的Pip install就装好 这可筹坏了本来就不太擅长编程的科学家们 要是有个软件能点两下就把Python和所有的依赖都装好 省下来的时间我能多水,多写多少篇论文呀 为了解决这个痛点,当时一家叫 的公司把Python和各种常见的数学库 打包成了一个超大的安装包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Anaconda Distribution了 值得一提的是 Anaconda最初不仅支持Python 它还内置了在科学计算领域同样常用的R语言 而如今无论是Anaconda Distribution 还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整个库大生态 几乎已经支持了所有的主流编程语言 不过为了讲解清晰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还是以Python为例 不再做特别的说明了 有了这么方便的东西 大多数科学家、数学家也就放弃了Python的官方体系 直接投奔更省事的Anaconda Distribution了 直到今天虽然官方体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依赖性的问题 但康大仍然在科学计算领域非常的流行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先发者优势吧 而作为科学计算的一部分 如今很多AI项目也选择用康大来管理依赖 顺便一提这个公司后来也因为Anaconda Distribution太火了 索性就改名叫Anaconda公司了 值得注意的是Anaconda Distribution的第一版 其实只是一个把所有依赖打包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而我们今天熟悉的康大命令 在当时甚至都还没有出现 Anaconda Distribution本身虽然很好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 仅仅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安装包还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说安装之后库更新了怎么办 某个超小众的库没包含在里面怎么办 我的硬盘告急想删点库又该怎么办呢 不久之后Anaconda Distribution中就新增了一个命令行工具 来专门解决这些问题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康大命令 就像PIP一样 用户可以用康大install命令从网上自动下载依赖包 也可以用康大unisto删除已经安装的软件包 为此Anaconda公司还专门维护了一个自己的软件包仓库 这个仓库中收录了几千个软件包 那你可能会问既然康大和PIP的功能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用PIP和Python官方的软件仓库就好了呢 原因还是跨语言兼容性问题 比如说像南派这种底层由C或Fortune实现的库 不同的系统就需要不同的二进制版本 Anaconda公司会为每一个支持的系统都提前编译好对应的二进制版本 并且精心地处理好了各种复杂的依赖 所以虽然康大和PIP的功能类似 但通过康大下载下来的包往往是可以开箱即用的 少了很多折腾 当然了无论怎么维护 在多个包之间做到百分之百兼容还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一个项目需要南派2.3 另外一个项目需要南派1.26 无论安装哪个版本都会影响另外一个项目 Python官方的解决方案是使用vinv创建虚拟环境 每个项目都拥有自己一套独立的依赖互不影响 康大也采用了类似的机制 我们可以用康大create-n命令来创建不同的康大环境 -n后面就是环境的名字 注意一下新创建出来的康大环境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并且没有被激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康大activate加上环境名来激活一个环境 此后我们再用康大install来安装python和其他的依赖的时候 就都只会影响这个被激活的环境了 而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执行过activate命令 直接就用康大install来安装包了 那个软件包就会被装到一个叫做base的环境里面 而这通常被认为是特别不好的实践 因为base是康大自身运行的环境 一旦它出了问题 整个康大系统都有可能瘫痪 至此康大在本地可以下载依赖 管理康大环境 在远程还有一个软件仓库 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且独立于python的软件生态 那接下来还能做些什么进一步扩展它的能力呢 安装康大公司看重的方向是软件仓库 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搭建的软件包托管平台实在是太优秀了 于是他们想为了让世界有更多的爱 我要把这个平台本身也贡献出去 但问题是安装康大自家的仓库 经过多年的精心维护 考虑了各种兼容性问题 稳定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直接开放了上传权限 感觉这维护了多年的高兼容性人设 分分钟就要崩啊 所以他们换了一种思路 推出了一个名叫beaster的平台 后来改名为anaconda.org 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创建自己的软件仓库 自己上传包 自己维护 自己负责兼容性问题 在anaconda.org上面 这样的仓库被称为channel 而anaconda官方维护的那个仓库 也变成了一个channel 更准确地说 其实是三个channel main、r和msys2 大多数软件包在main channel中 r中存的是r语言相关的库 msys2是Linux工具的 Windows移植版大集合 主要用于保持windows的兼容性 这三个channel组合在一起 在conda下有一个统一的别名 叫做defaults 当我们执行conda install的时候 默认的下载员 就是defaults这个集合 有了anaconda.org 人们开始意识到 既然已经有了conda 可以下载安装软件包 那我似乎就不需要装 那个超级大杂烩的 anaconda distribution了 毕竟里面90%的东西 我其实根本就用不上 那有没有一个只包含 conda命令的安装包呢 有的朋友 有的 它叫mini-conda 和anaconda distribution一样 mini-conda也是anaconda公司 官方提供的安装包 但mini-conda中只包含了conda命令 和它运行所需要的最基本依赖 所以体积比anaconda distribution 要小得多 当然了 现在的anaconda distribution 也不仅仅是conda命令 和各种包的集合了 它还内置了很多的其他工具 比如说图形化的包管理界面 anaconda navigator什么的 这些东西在mini-conda里 是完全没有的 这部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到这里 我们就把conda的官方生态 都梳理完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 conda宇宙的另一个部分 开源社区 虽然conda的default channel 已经收录了几千个 常见的软件包 但归根结底 它是由一家公司进行维护的 精力总是有限的 可谁不想要一个 包罗万象的软件仓库呢 既然已经有了 anaconda.org这么优秀的托管平台 于是开源社区 在上面创建了一个叫做 conda forge的channel conda forge是完全由 开源社区共同维护的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上传 自己打好的软件包 审核通过之后 就可以共享给所有人了 发展到现在 conda forge已经是 anaconda.org上最大的channel了 它包含了三万多个软件包 如果算上不同操作系统的版本 总包的数量 可能已经超过十万了 conda forge的内容 全由社区维护 anaconda公司则负责提供 anaconda.org这个平台来托管这些数据 算是活雷锋了 如今 conda forge已经大有取代 default channel的趋势了 虽然conda forge在兼容性方面 可能略逊一筹 但其实也还行 大部分场景下完全是够用的 而且conda forge最大的优点是 软件包数量极多 更新非常快 最最重要的一点 anaconda提供的default渠道 从2020年之后对商业用途就开始收费了 而且收费的条件还多少有一点不明不白的 我不建议你用 但你可以请你开公司的朋友用一下 因此现在绝大多数开发者用的都是conda forge 那么怎么在conda中使用conda forge 或者其他非default渠道呢 很简单 只要在创建环境conda create和安装包conda install命令上面 加上-c参数指定channel就可以了 无论是创建环境还是后续安装包 -conda forge参数都要带上 否则conda会默认从default次进行下载 不仅可能踩到商业许可的问题 还可能引发包版本的冲突 但是每次都要带上-c参数 这个也太麻烦了吧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 更改conda的默认channel 但感觉还是挺麻烦的 你说的对 开源社区的人也早就这么认为了 于是他们就像mini-conda一样 自己打包了一个conda的安装包 并且修改了配置文件 把默认的channel改成了conda forge 这个开源社区自己打造的安装包 就叫做mini-forge mini-forge的安装效果和mini-conda基本是一样的 但mini-forge的默认配置 指向免费的conda forge channel mini-conda则指向收费的defaults channel 这里也顺便澄清一下 anaconda公司收费的对象 其实是defaults这个channel 虽然conda也是anaconda公司开发的 但它本身是开源的 而且免费使用 所以mini-forge才能够把conda 打包进自己的产品里面 还可以随意修改它的默认配置 所以当我们说装一下conda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 其实说的是装mini-forge 不是mini-conda 更不是conda-forge 不会起名字这件事 大概是程序员 即只穿格子衬衫之后的 另一个通病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conda这个工具 conda是一个用python写的程序 所以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尤其是现代项目的依赖越来越复杂了 一个安装包等上几十秒几分钟的情况也不稀奇了 于是开源社区就干脆用c++ 把conda中最慢的部分 比如说依赖求解器重新实现了一遍 还加上了多线程下载功能 谈到多线程 我仿佛听到了python的哭声 而这个加强版的conda 被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做mamba 它的用法几乎和conda是完全兼容的 而且速度飞快 只需要把命令中的conda 替换成mamba就可以了 这几年mamba也越来越流行了 而且它默认就包含在了miniForge的安装包里面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需要额外的安装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用conda来开发一个项目 我强烈建议直接用miniForge中的mamba 来代替miniConda中的conda 希望听到这里的你还没有被这些名字绕晕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Anaconda Distribution是Anaconda公司发布的软件包集合 里面包含了常用的软件包和包管理工具conda miniConda也是Anaconda公司发布的 不过里面只包含了conda本身 conda会从托管在anaconda.org上的defaultchannel下载数据 defaultchannel是由Anaconda公司维护的 保证了很高的兼容性但它是商业版使用的时候是需要收费的 与此同时anaconda.org上 还有社区维护的condaforge channel 兼容性差了一些带包的数量非常多 更新速度快量大管保还免费 因为Anaconda Distribution和miniConda里面的conda默认使用的是收费的defaultchannel 于是开源社区重新打包了conda 并且把默认channel修改成了免费的condaforge 这个重新打包后的conda安装包被叫做miniForge miniForge中不仅包含了修改过默认配置的conda 还内置了一个用c++重写的高速版conda叫做mamba conda和mamba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不过mamba的速度更快用户体验更好 好了以上就是anaconda distribution miniConda,miniForge,condaforge以及mamba之间的关系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 常有朋友问把一个知识点讲清楚到底有没有什么诀窍呢 我想与其说是诀窍不如说是一种笨拙的诚实 因为你看到的每一分清晰都源自它背后几十个小时的混乱 而这个视频就是一个conda新手 在三十多个小时里面一路踩坑的结果 或许学习的路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寻找洁净的眼光 而是直面问题的勇气 停在原地 眼前全是问题 一旦出发脚下 皆是答案 这里是成全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